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三少 欢迎来到一季一度的新翻导师栏目 每年冬季都是业界的淡季 各大公司集体进入车幅期 整体来看一月新翻水平比前几季度要差得多得多 但各种各样的奇葩雷座可是一点都不缺 这季新翻有望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首先是本季最重点的续作专区 因为太怕痛就全点防御力了第二季 又名真顿之勇者成名录 欢乐象 青百合 凤凰天 异世界 游戏翻 前作的军级播放量在异世界分区仅次于古王 只要够可爱 就算是游戏开挂你也喜欢吗 对娘这种作品属于别的没有 但看了就会很快乐 强烈建议你逼梭哈这一部 买了必成必八 冰海战记第二季 霸权射一手打造的十世级漫改 维京海盗的传奇 这一季又让MAPA接手了 有时候就不那么感慨 为了死溜溜和MAPA给人感觉就像苦主跟黄毛 回回都是苦主费心费力追到了女神 拿全部身家打造的光鲜亮丽 然后把握不住 让其他大业大胃口大哪都大的黄毛拿去 变成了自己的形状 观众一边骂黄毛一边怀念苦楚 一边还很常识的把故事给看完 咳咳 说起来有些下流 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永远可以相信黄毛 PRE MAPA PV质量依然过硬 剑衣追翻 枪神史丹比特 上世纪老动画的衍生新作 画风从首辉变成了三血二 可能老观众会有所敌处 但无所谓 相信Orange会出手 魔王学院的不适合者第二季 一世界楼奥天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在下跟这番还真有几分前缘 私心推荐一波 不要欺负我 常敬同学第二季 高翁地方黑皮小恶魔学位的 女撩男士恋爱番 这季度制作方 换成了更会做恋爱番的ORM社 必将成为一大坚实的狗粮担当 虚构推理第二季 虽然我理解不能 但看美少女推理 就是制服.gopg的续作 文豪野犬第四季 虽然我不在乎剧情 但看美少男打架 就是制服.gopg的续作 此外还有金阿尼久违的社团运动班 简一风武高中公道部第二季 在地下城寻求献后 是否搞错了什么 第四季后班 吸血鬼马上死第二季 吉主复道第二季 东京复仇者第二季 突如其来埃及神第二季 鲁邦三世衍生座鲁邦Zero 另外还有三部需要单独拿出来说 被神捡到的男人第二季 进化之时第二季 魔术是欧非流浪之旅第三季 这三部可以统称为 这他妈也配有续作 只能说如果你怀疑燕就在洗钱 我建议直接把这三部交上去 绝对是铁正如山 所以说这三坨谢特都能捞到钱 游戏人称为毛还没有续作 Mathouse 快有你那无敌的人脉想想办法呀 接下来是星座分区 在介绍之前 我们有必要向新宅科普一个名词 Transsexual 性别转换 简称性转 在ACJ有语中 是作为一类萌点的存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男主变女主 不是变成伪扬 是真的生理上的转换 这一要素在以往作品中也不罕见 但在前几年突然就在日曼界大为流行 如今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 迎来了这批作品的动画画 别当偶尼奖了 本作男主是一个可乐手片小范园的标准废宅 但他有一个脑回流离奇 黑科技更离奇的以摸多 这姑娘表示 走出死宅的最好办法就是用美少女 所以她做出的英明决定就是 给男主下药 Supprise 偶尼奖 现在你是偶尼奖了 What the fuck 然后男主就被迫开始了 作为美少女的羞耻日常 在多次无限接近社会性死亡后 逐渐领悟了此XX的真谛 欢乐像日常番 毫无疑问的一跃避开 PV质量高得难以置信 完全不像一个日常番 玩一看斯大夫 居然是无职的制作组跑来赚外快了 说谢谢你 很烧钱的一世界动画 英雄王为了穷尽舞蹈而转生 讲的是男主作为无敌的英雄王 过完了辉煌一生 临死前向女神许愿 让他下辈子可以安心当个舞池 而这位女神也是个猪脑子 男主眼一闭一睁 喝了掺水梦泡汤就转生了 结果低头一看 我操 爸丢了 于是就带着一身记忆和武艺成了白毛猛妹 对此男主倒是很豁道 且不论老夫是真地可爱 更何况 剑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女人 女人只会影响我的拔剑速度 所以 只要我变成女人 那我不就无敌了 牛逼啊 这逻辑牛逼啊 妖魂三重奏 初霸王女作者使吹剑探狼的新作漫画 讲的是男主是除妖忍者的传人 我一不小心被妖王最后的波纹给变成了 女人 从此男主就变成了本作的 无力担当加剧情担当加福力担当 有一说一 这不比女主相多了呀 史锤老师你们是懂的 他要是发起功了 下海化石见了都要磕了像头 你高呼社保时在一想 发福力的人其实是个纯爷们 总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插批要呼之欲出了呀 然后是本季度的另一重点 恋爱纷纷区 首先是我个人最期待的 关于林家的天使大人 不知不觉把我灌成了废人这档子事儿 内容已经全在标题里了 女主追名真咒人善心美 一身满满的人气气质和老妈的性格 住在天使大人隔壁的男主进水楼台 女主又是帮拿扫又是给做饭 男主直呼 我已经差不多是个废人了 由此展开的就是一段甜度超标的青春恋爱物语 女主追名真咒获得过多次青小说女主人气的榜首 不出意外 必将成为2023年度老婆的种子选手 唯一可能的意外就是制作方式普通Jack tonight 这家公司属于下限不低但上限不高 而且恋爱的方想做好就必须看储力 储力到位制作组会给你看奇迹 至于啤酒的储力嘛 希望林家天使没事 酒保同学不放过我 本座的男主是个男版家团会 一身技能全点的拉卡临上 同学把能发现他当作急招 去超市售货员以为在闹鬼 坐在他面前想看到他的连续猛回头 无悔啊无悔 整个学校就只有女主酒保能注意到男主 并持续为他使用高木同学绽放 在长期对垒中将男主频繁抱歇 战继席人 非常纯粹的一部恋爱狗粮番 同样纯粹的还有冰属性男子与酷酷女同事 男主是学女的后代 一身奇妙的玛丽苏设定 一激动就会刮起暴风雪 一紧张就会把自己冻成冰块 一开心就会浑身冒雪人 随时随地给同事爱思继摩人般的洋气办公体验 讲的就是这位雪男和面冷新任女主间的 职场恋爱物语 狗粮肯定是好狗粮 就是多少带点冰茶子 这将是女生 讲的是假小子女主小智 不是这位新晋冠军小智 试图让青梅中版的男主不再把自己当哥们 而是当成女孩子的恋爱喜剧日常 喜剧成分多于狗粮 这番配角里一堆混沌恶和CP人 你们可能不属于作者 但你们多半看过他画的整活图 在沙雕方面 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严议沙唐师与黑妖精 讲的是这个世界精灵是被人类奴役的种族 而精灵除了沙唐 什么味道都尝不出 男主是个战力爆表的奇怪精灵 女主是个已成为沙唐之威梦想的乡下少女 为了履行买下精灵男主当护卫 就在这种奇妙关系下展开的恋爱故事 节操社时隔大半年再出山 别的不说 恋爱凡这方面 你完全可以相信节操社 然后是本季度多刀令人头皮发马的异时节分区 算上前面的续作 一月总共有足足十多部异时节 这他们是什么至暗时刻吗 网购技能开启异时节美食之旅 射出男主不小心被卷入一世界勇者召唤 没得到战斗力 倒是获得了一世界版亚马区 哪里想要点哪里 一秒到货不用急 然后男主就把一世界片场活活变成了十几之灵 而且他拿网购时才做出了料理 还能给人加buff 破案了 原来要往人道中间还是找个场子上班了 听见的魔术师将要统一世界 连终点半猪吃老虎打脸形龙奥天 最强阴阳师的一世界转生剂 阴阳师转生到剑语魔法的世界开始龙奥天 万事屋斋藤转生到一世界 什么杂活都未做的万事屋男主转生后帮队友龙奥天 为了养老金去一世界存八万金 女主偶然间获得了在现实和一世界自由穿梭的能力 年纪轻轻就开始防老的她决定在一世界当岛爷 自己赚她几十亿养老金 非常标准的被其联网们领先二十年的剧情 下面是几部我个人觉得还算有趣的一世界 转生公主与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讲的是女主穿越到剑语魔法的一世界成为公主 自己却完全没有魔法才能 科学 比如魔石驱动的飞贴扫帚 并在试飞时乱入了自家弟弟的标准姻女帆退婚现场 然后这个点子王顺手就把被退婚的公爵前情给抱走了 拉着对方加入自己的魔法实验室 开始了激情日常 本季为数不多的真百合 基本就差本来大了 想补充百合纯住的话 那你的确别无选择 不相信人类的冒险者好像要去拯救世界 讲的是四个遭遇背叛和陷害的眉逼冒险者 机缘巧合下凑到一起 因为谁都不再相信同伴 反倒是同命相连 重新一起组队冒险的故事 如果说别的异世界遍地老好人 这番就是全员恶语 各种跳脸嘲讽看的人血压飙升 后续就是正常的冒险 偶尔插播打脸前队友的环境 比起其他异世界稍微多了点含脑子量 傲娇反派现金利杰洛特 与实况主远腾同学及解说员小林同学 这是我目前看过的 设定最有趣的遗女游戏番 讲的是现实世界中 男主被女主拉来玩遗女游戏 结果发现故事中的角色 居然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此时游戏事业中 正赶上傲娇反派现金 抨击女主的老套剧情 结果王子就听有人在他耳边嗷嗷喊 她是个死傲娇啊 她的话你可不能顺着听啊 你他妈清醒一点啊 给王子人都听傻了 将信将义的一试探 我吵 我老婆真可爱 成了你看 击尘傲娇的最好方式 就是当场连麦剧透 我宣布 以女番的对策命题到此终结 接下来是日常战斗搞笑饭的综合分区 首先是一部重量级游戏感 银尔 机械纪元 是的 来了 她来了 占据三地区小半壁江山的女人 她来了 这波改编我愿称之为 二项搏级动画画 1比1等比例复刻游戏的剧情与分镜 让你活在三地的老婆进入二地的世界 神奇A5为你轻力打到原汁原味的土壁小改改 当然我这么说不是在阴阳怪气 其实赛马娘双城之战边缘行者这些有改的成功 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有改的最佳出路 就是借原有世界观讲编剧自己的故事 A1没有这么做 也确实做不到 原作那三周末多视角碎片化的叙事手法 它不允许 反正我的建议是 看老婆就行了 再得一胜 美少女佳柔道的校园社团日常翻 迟早有一天日本JK得变成全领域专精 我语机器子 上世纪画风加上世纪剧型的无厘头搞笑翻 作者对于封面恶搞十分狂热 战魄作者已经快被他耗玩一遍了 受火之王 讲的是在末世背景下 人类被一种病毒感染 靠近火源就会自焚身亡 想要使用火 就只能由受火者猎杀怪物来获得 故事围绕着受火者这一特殊存在而展开 虽然原作小时候没有汉荒 我完全看不懂 但这是一部被押紧手看上的作品 就是那位派出科幻神作 攻翘机动队的顶级监督 所以想必这部作品肯定是不简单 《沦落者之夜》 讲的是眼睛能看见恶魔的女主 看见了谁也看不见的恶魔男主 女主生活悲惨 但恶魔的规矩是实现愿望必须付出代价 结果男主还是为救女主而打破规则 女主也主动献上自己的双眼作为代价 此后就开始了男主照顾失明女主的同居日常 虐主恋爱番的展开 养女儿番的观感 男女主的声游分别是小西克星与主打采奈 所以就当是尹老板养了个W吧 讲的是在间谍战的时代 身为顶级间谍的男主 从间谍学校选了七位吊车尾 但身具各种独特技能的少女 培训他们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考核方式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打倒男主 也就是说 等于美颜绿镜版的暗杀教士 虽然是女主视角趋势 但男主的后宫趋势难以阻挡 声游阵容极其豪华 就这斯大夫一派 说不是恋爱番 你信吗 不物语 虽然格式很像 但不是物语系列 讲的是异世界的灵魂来到现实后会附在物品上 形成一种名为富丧神的存在 男主因为亲人被富丧神所杀死 心怀仇恨 成了一名专门博出富丧神的猎杀者 男主的爷爷觉得这孩子杀性太重 就安排他去和女主家的六个友好型富丧神同居 结果闹到那叫一个鸡飞狗跳 算是一步不太标准的少年们 质量应该会不错 大雪海的凯纳 讲的是雪海吞没了整个世界 人类的生存空间只剩巨型轨道树顶的天幕 和树根底部的小新国家 一位来自天顶的少年和来自地上的少女相遇 二人互相了解互相扶持 一起尝试改变世界 本番是PP社40周年纪念作 PP社的超真3D虽然不如橘子社 但看久了其实还是说得过去的 可以留待观察 生而为狗 我很幸福 本季度最逆天的动画没有之一 男主死后变成狗 被抽拧的学姐捡到 学姐本来挺高冷 结果一见了狗就发情 其他女角色也是变着发给男主各种杀逼死 全程就是一群逆天在犯兵 犯兵过程放出来这视频都得记 女主甚至能整出养着养着 把自己养成狗的顶级骚操作 就让人挺感慨的 你本以为把远洋战舰变成水手服少女 把红毛猛汉变成金发猛妹 然后对着他们打手冲 已经是日本死产的下线 但这部番告诉你 你永远不要低估日本漫画家的下线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下线 最后就是本季度没什么波兰的原创分区 High Card 狂赌之言作者何本燕负责制作的 全新打牌动画 超能力 群像剧 战斗翻 赌博元素 这回的角色全是男士 板板正正 没有演绎 总觉得这个框架限制了河北先生的发挥 一阵要马里克先生会把你踢出评委席的 Unit Up 夜间每季度都有 但每季度都会被女团房干赖的男爱豆禄 什么 这季度没有女爱豆禄 什么 这番是今年的大爹Cloverworks制作 嘿呀 那没事了 看 动画工坊负责制作的男爱豆禄企划 反正我只注意到 灾后的世界人类与安卓一起共存 对 就是安卓 自证枪缘 这波毫无疑问iOS大死败 阿尔斯的巨兽 讲的是一个人类借助神的力量 与巨兽抗争的故事 要素繁杂 有魔法有科技有神明有怪物 不知下一步是不是敌我通源 世神和他打开 制作公司续扮大河沈作画水平过问 但没啥代表错 编剧还是全员阿狱的编剧 估计前两集能写得不错 后面能给他扔两大博人传 防止他原地爆炸 Buddy Diedis 两个间谍为了完成任务给一个小女孩装父亲 等于是男妈妈版间谍过家家 但讨论这些钱先看stuff 监督 拍出FA和成神之日的前景一支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为止全部的新翻情报 希望能得你的新翻有所帮助 就像开头说的 每年一月都是业界的蛇服期 不走质量而走奇找 就看你能不能找到你的周知火了 最后我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不要忘了点击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